范冰冰部里会崔永元的炮轰,牵手里陈环游美国,好事将尽。 说起范冰冰与大黑牛即将到来的喜事想必娱乐圈早已传了遍,从他们开始恋情的时候到现在即将走进婚姻的幸福殿堂来说,这一路可真的是十分不易啊。 想想作为明星红人的他俩每天遭遇到媒体的议论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他们能够坚定他们的爱情信念却是给我们一个惊喜。 在这里,让我们先预祝他们幸福成功取到爱情的结晶吧。 网上传说在昨天的下午时候,有网友在上美国飞机的时候恰巧碰上了两个经常在综艺节目碰到的身影不错,那正是我们的偶像范冰冰女神及其男友大黑牛李晨, 看着他们穿着休闲且头戴大草帽的范冰冰他俩手牵着手的样子多么的甜蜜啊,真可谓是羡煞捧人啊。 大家仔细看看上过跑男综艺节目的大黑牛李晨,他的力气绝对不是盖的,一个人默默承受住行李箱,看到这里的图片的时候,小少女们的心想必都是想着如果我能嫁给这样的一个男人就好了。 其实,知情的人都知道他们两人从公布恋情的时候到现在都是以前的男人, 已经快三年的了,仔细想想每个人都是从恋情到婚姻殿堂的时候回想之前的一切都是十分感动的,期间虽然有泪水有各种心酸,但是他们只要彼此有种爱助对方的心就能在一起。 虽然在这三年里,范冰冰冰和李晨之间可能因为大家都要忙着各自的事业而相处的时间可能会比较少一点。 曾经就有人在发布会上问过李晨今年的下半年会不会和范冰冰结婚,但是李晨的回答敞亮了,直接说了一句在那时候会完成自己人生中的大事, 而范冰冰冰则是回答想和李晨有自己的爱情结晶,哈哈,想必这次美国之旅就是这两人的度蜜月之行。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真的地恭喜他们了。 作为即将走进婚姻的范冰冰冰及李晨,我们更多的是祝福他们。 但是最近听说崔永元在网上不断爆料说范爷的片酬是狮子大开口,演技那么烂根本就不配有那么高的片酬。 在这里有些网友就急了,你给不了那么多就算了,正所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哎,不能这么说话的吧,太伤人心了。 还好冰冰女神她们大度开心地和大黑牛游玩去了,想必不少网友都在等着她凉撒幸福的狗粮吧,不知你们有何种想法呢,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